南加州亚凯迪亚美医美医院 5月13日下午举行了特别表彰纪念仪式 为表彰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 勇敢坚守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 以及悼念那些因疫情而不幸丧生的人们 院方特别栽植新冠疫情荣誉术 出席表彰仪式的亚凯迪亚师副市长郑伯仁表示 新冠疫情肆虐期间 美医美医院的医护人员们照顾了2300多名新冠肺炎患者 帮助民众进行了19000多次的病毒测试 他们对病患无私的关怀和病毒勇敢抗争 值得被每一个人铭记于心 美医美医院表示 树通常代表着成长、生命、智慧、力量和繁荣 院方计划栽植一棵柠檬树 作为新冠疫情荣誉树 因其长青的特质 且长期以来引起众多的健康益处和药用特性 而得到广泛认可 医院此次栽植的新冠疫情荣誉树的目的 就是给予那些处在困境当中的人们 一缕希望的象征 所以这次的话每一个医院不是只有我们每一美医院都在感谢我们的华人 他们今天有每一美医院都在讲说我们的英雄 这次在疫情的过程是我们的华人 所以这次的话我们有这个柠檬树 虽然是为了我们的医院的员工 包括过世的人 可是我要讲这个柠檬树是我们的华人的柠檬树 谢谢每一个人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